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刚开始交往到现在 我们都会因为她过去那些凌乱的感情而争吵 我们这一路走来 我为她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可是她总是揪着过去的那些东西 一直耿耿于怀 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面对即将到来的婚姻 我的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充满着压力 我只希望能给她更好的一个将来 我到底该怎么做 她才会相信我 女生说结婚之前 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面临了巨大的困惑 我们看看三位老师是如何帮助这一对的 掌声有请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董28岁来自福建网络推广 女嘉宾金金26岁来自河南 活动主持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有请 相恋是一年对吧 对 认识多久呢 认识是差不多有四年多 在小片当中你说按照双方家人的意思 你们订了婚 你自己想订吗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想订 虽然是恋爱一年多 但是我们认识四年了 一二年 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处于实习期 然后我进入一家公司 然后跟她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对她评价很不好吧 就是说她跟很多女性朋友啊 关系处理都很不好 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只是听听 然后我大概在那家公司待的有半年的时间 我就辞职了 然后辞职之后谁知道 她会频繁地跟我联系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她跟我联系 我可能对她就是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并不是同事口中说的那样子 可能我觉得她这个人脾气还挺好的 对人挺细心挺照顾的 然后对她就产生了一些好感 她对我也有好感 你们确定了交往关系之后 她怎么样 我觉得她这个人 她的感情观跟我的感情观不一样 我的感情观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我有男朋友了 我就会跟身边的异性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她就不会 她觉得我有女朋友了 我照样可以跟身边的女性朋友联系啊 或者我们不管怎么样频繁地联系都好 然后讲话也没有任何界限的那种 人家会发短信说我想你啊 或者是怎么类似的话 她也不会拒绝 也不会跟人家说我有女朋友了 你这样不行或者怎么样 她也会跟人家聊得好好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聊天好吧 没有像你说的这么夸张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正常 有很多女孩子 是很多 我还有在她手机里面发现 她跟别的很多女性 有好几个三四个女性朋友的合照 很亲密的合照还是普通合照 咱把它说清楚 我感觉很亲密 是哪样的呢 搭着肩膀啊那种 腰的那种 这是你认为很亲密的一大罪证 对 第二大罪证是 然后Q聊天 人家女的说想她了 问她过得怎么样 她都跟人家回得好好的 就感觉 如果女孩子跟她聊天 就感觉我还有机会 你明示过她吗 你说这个我不接受 我有跟她明示过 我们因为这些争吵过很多次 你可以好好地跟我去说呀 这个事情 谁会愿意说 我拿着你手机告诉你 我看这个人不爽 或者说 我看你跟这个人 她经常看你的手机吗 我根本都看不着她的手机 那你怎么知道QQ啊 照片啊 其实之前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是偶然间 她翻手机的时候 我会瞄两眼 偶然瞄两眼 我会瞄得到 哎呀 你这手机里藏了多少东西 瞄两眼就瞄突了这么多啊 然后从那以后 她的手机基本上是机不离声 不管干嘛都拿着手机 去厕所拿着 连洗澡都拿着 我问她 你洗澡拿手机干嘛 她说跟手机一起洗 你真的不相信她 话言就是说 你害怕她背叛你 对吗 对 那你为什么跟她订婚 我觉得一段婚姻对我来说 是一种归宿吧 然后 可能我家人 对她这些不了解嘛 然后我有带她回家 我妈对她 我家人对她印象还不错 感觉这种男孩子 脾气啊 然后挺会照顾人的 然后我就是感觉 她在这方面 能做一些改变的话 我觉得我心里面 就不会这么的 她要一辈子改不了呢 我就是想各位老师 能帮忙指点一下 好嘛 接着问啊 小片里面 你的原话大概是 从精神到物质 我都觉得不安全 精神上面我们听明白了 物质为什么觉得不安全呢 物质上 因为我现在 主于创业初期 现在就是没有一个 稳定的收入 我知道她现在压力很大 但是我也不知道 她对未来 到底是怎么规划的 我也不知道 她究竟 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事情我来说吧 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 也挺不容易的吧 然后主要是在于 我跟她真正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把所有的心思 都花在她身上 就是说简单点 我是真心想跟她过 过一辈子 后面的时候 她就一些 经常跟我闹情绪 一直跟我纠结 过去的一些事情 我承认我以前是不好 不是 你是不好 到什么程度啊 兄弟 就是可能我跟异性朋友 今天处理的 关系并不是很 处理得很清楚吧 但是关键是 她很记忆这一点 不是 你是见一个 爱一个 还是说其实也没什么 大概你就扮演一个 那个所谓的什么蓝颜之类的 你是哪种情况 相对来说 都属于那种 能说自信话的 其实她就是让所有女的 都把她当成男朋友的 那种感觉 我根本就没有 这样想过好不好 这纯是你自己乱想的 然后就那个时候 我其实就放下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吧 我是真心真意地想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就没有去想过去那些东西 所以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把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可能都花在事业上面 因为说真的 那个时候 我从公司辞职离开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她很记忆 以前公司的一些女同事 其实从一家公司里面 就是出来 其实包括去创业 要下很大的决心 我这些都为了她去做了 然后在创业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同甘共苦 挺不容易地走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 我其实更多的都是 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往前看 而她却在做什么 每天动不动 就给我闹腾一些 过去的一些事情 让我实在很受不了 然后就一直拖 拖慢了我们这个步伐 她总是说我多想 其实我觉得那并不是多想 就是没有安全感 主任我跟你说 她非常夸张 我都觉得这是一种病 你说平时吧 平时看个什么偶像剧 电视剧的 男主背叛女主那种的 也会把我给套进去 那有的时候 她什么朋友 她闺蜜 有一次吧 那个跟她的男朋友吵架 然后她男朋友 也是因为说 在外面跟其他的异性朋友 可能就是 就有点瓜葛吧 好了她去 给她闺蜜去聊三 聊完三回来 又跟我吵 那又把我套来说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 其实我也不是说 跟你无理取闹 我就是心里面 没有安全感 我问你 是特花吗 没有 你跟异性到底 处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跟平时哥们那样子吧 有好多这样的哥们吗 也不多 几个呀 四五个吧 他们都有男朋友吗 有的有 有的没有 这些四五个 都见过你的女朋友吗 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你们都要结婚了 这么好的哥们 为什么都没在一起吃过饭呢 有的时候 没有机会吧 怎么会呢 一年多了 又是好哥们 你跟他那会儿 也算好哥们 对不对 为什么没在一起吃过饭 为什么不认识 人不多嘛 四五个人嘛 一年时间组个局 再传个局在一起 吃个饭 都是哥们 有什么呀 哥们有一女朋友了 马上都成老婆了 我不请他们吃个饭 说不过去哦 没有 他因为他平时工作 比较忙吧 他 别别别别 再忙总得吃饭 是有 他吃饭 平时都陪客户去吃呀 然后一般 就是可能 我自己单独相处的时间 相对来说 也会多一点点嘛 那我都会去找 那些朋友玩呢 哦 就他去陪客户的时候 你找异性朋友玩 也没有说每次都找 就是说 平时玩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人 不知道他的存在 或者有一部分人 不知道他的存在 你想干嘛 我也没有 这自然而然会问嘛 女生是不是也会这么想 你想干嘛 你是不是现在还 不不不 你别先别上纲上线 你先问他想干嘛 我也没有啊 就是 我可能没有那种习惯嘛 因为他之前 其实有 不不不 这马上成为 你老婆的人吧 对 这跟习惯没关系吧 为什么不明确地说呢 没有讲到这个话题吧 人家也没有去 很直观地去问我 我也不好去说这个东西 肉肉糊糊的 这就是他在意的 你是想娶他吗 是 好 他就小心眼 他就介意你 跟异性的这样往来 你能为他不这样吗 我正在做这个改变 那就不行啊 人家要的 一定要改回来啊 那这个东西 又不是说 一天两天形成的 你就算我要改掉 也要一点时间嘛 其实我们两个 说真的是有感情的 我也能感觉到 他对我那种真心吧 但是 所以啊 所以啊 然后我们总是因为这些争吵 然后我也挺伤心的 其实我后面为他做了挺多改变的 我只是很讨厌一点 因为我对他是挺有耐心的 包括他每次跟我唠叨过去的那些事情 我其实都会去站在他的角度上 替他去想 只是他每次都跟我扯过去 我认为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好 那就看看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俩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互相信任不信任 还有你有没有给他安全感这个问题 究竟是你 不相信他 然后导致他 然后什么都藏着躲着 还是因为你带给了他 不安全感 不确定的这些因素 让他才不信任你 那其实这个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 我觉得是很难描述清楚的 就只能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去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 因为我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爱对方的话 你一定要给对方安全感的 这个是一定必须的 就是或者说你 你干脆你把你手机拿出来 让他把对你就是这些 觉得不好的女性朋友 就让他给删了 我觉得感情是需要你们来经营 然后爱情是需要靠你们自己去保卫的 并不是我们说了什么 你们就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谢谢 我给你们建议就是 先不要着急订婚 不要说那是父母已经都 双方都已经认可 并且父母觉得他好 父母了解他还是你了解他 是你跟他过日子 还是父母跟他过日子 既然你现在已经觉得订婚 你是完全没有安全感 你是不敢相信 今后跟他在一起 能够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话 为什么要着急订婚 我劝你们啊 明明白白对方的心 清清楚楚知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之后再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谈恋爱下去 还是说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因为不要朦胧地去 跟着感觉去谈这个恋爱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是对你好 还是你只是他对好对人 那些好的女性的朋友之中的一个 对不对 我们不谈物质 因为如果真是爱上这个男人的话 暂时的物质上的短缺 是不影响你们在一起的 正是因为你根本不是 彻彻底底了解这个人 只是觉得他对我应该是好吧 但是他可能也对别人好 所以说打消这样的顾虑的 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 真真正正的明明白白的去谈恋爱 了解这个人 然后你才能告诉自己 是否真的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 男孩也一样 如果你真是了解对方的话 你知道他建议什么 你怎么可能不把这么好的女孩 介绍给自己的那些好的哥们 带引号的哥们 你怎么可能还做出那样的事情 有暧昧的那些短信 所以你是真的爱他吗 是 真是 那就切断那些所有不必要的那些朋友 好吗 但是我还是给你的建议 你也踏实先了解自己 他是需要了解你 而你是需要了解自己 到底真爱这个女孩的话 就叫专一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许总 我们总会想 一个长相平庸 能力也不算是出众 根本算不算是优秀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会让一群女人 为他要死要苦 因为这样的男人 俗称中央公调 掌握了一部分女人内心真正的诉求 他们利用你们的内心空虚 用自己所谓的温暖来满足你们 但同时用利用你们的不甘心和妒忌 周旋在一群女人之间 让你们抓得住又抓不住 这大概就是其中的奥妙 其实在整个对话过程当中 我最开始对他是咬牙切齿的 最后对你是更为气愤 为什么呢 你明明知道 他不光对你一个人好 他跟其他的所谓的异性朋友 都可以掏心掏肺 那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一个男人对你不能一心一意 那他所有的柔情蜜意 那都是假情假意啊 爱情本来就是排他的 你明明知道 你不过是内心不甘心吧 很多事情就戳在这 你很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痛苦 如果你要是真的不安心 你觉得我就是改变不了他 我不想与所有的女人即分享他 那你就好好地找一个 能够对你一心一意的男人 而且你还年轻 不要对那些所谓外在的东西所迷惑 说其实他还不错 对我还不错 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挺满意 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改变这么一点点呢 改变这一点点就完美了 要就可以结婚了 那是一点点吗 那不是一点点好不好 那是本质 如果没有了这一点点本质 他对你所有的好都是虚幻 所以我在生活当中 我特别佩服有一种女人 当意识到这个男人是不符合我要求的 对不起 我不要 这是我的原则 我房子车子我都可以不要 全部给你 我很佩服这样的女人 但是像你们这样的女人 自己明明知道是怎样 我还得往里挑 所以我对你无话可说 将来任何的事情 如果你决定跟他在一起 记住 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我想对于男生说 很多事情是平等的 你对一个人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别人才可能对你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 有些东西表面上 你暂时的蒙蔽了 以为自己有这样的魅力 或者是手段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真心换真心 日久见真心 我觉得你活得 踏实一点吧 趁着自己 还年轻的时候 把这种所谓花心的毛病 稍微改一改 一定对你是有益处 你花不了多久 玩火自焚 就这样 有一个大概 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东西 我不为别人而活 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幸福 交到任何一个人的手里 自己的幸福 只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考虑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好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又享受着男一生提供给他的所谓的温存 男一生一边在说着我很爱你 但是又不愿意为女生做出半步的妥协和改变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还在恋爱 没有人会再去揪心 恰恰是因为他们订婚了 两家人把这件事订了下来 操持婚事了 在这个时候选择更需要勇气 因为那里有一个面子的问题 到底是自己的幸福重要 还是面子重要 请开门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破了 我觉得刚刚听那么多老师的话 我也认识到我自己身上的不足 我在今后 不用给我们表白了 你们俩自己日子过得好 就是最大的好 不管怎么说 还是祝你们能够幸福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两位 请回 如果这是你们发自内心的选择 祝你们幸福 如果你们做了这样的选择 以后哭泣的时候 不要埋怨自己当初的冲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以后我一定会改 以后所有东西都听你的 我想听你 请亮灯吧 请亮灯吧 药宝诗一杯诗 这个送给你 谢谢 想清楚了啊 我想给他一次机会 祝你们幸福 好好经营啊 去吧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吧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已经差不多快要一年了 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久 生活中的也很多矛盾 就凸显了出来 他的家境非常好 而我的嘉宾条件呢 就稍微普通了那么一点 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水准 然后也想跟上他的步伐 就在生活里 拼了命地去坚持 去赚钱 时间久了 我真的感觉 我自己非常的累 我一直在想 当初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真的对 应不应该放置这段感情呢 一个男生说 我真的好累 我要不要放手 是不是好像这个话 似曾相识 结局会怎样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2岁 来自山东实习主持 女嘉宾小张23岁 同样来自山东实习空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人是通过 我们两个人当时一个 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后来成了好朋友 这姑娘怎么招你来 我感觉我们两个人 之间的价值观 还有生活方式 都有很大的不同 我比较喜欢吃大排档 他就喜欢吃大餐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上学 主要经济来源 是依靠家里 他基本上一顿饭 能吃掉我五六天的生活费 那我当时是真的成科不喜 首先他说的那种大餐 就是普通的商场 然后就是环境稍微好一点 然后现在那些什么 APP什么的 都就是可以买什么 带金卷什么的 其实就是比他那些 就是说的路边摊 也就一道菜贵上 也就十块钱左右 而且我不是不和他去吃 我也偶尔和他去吃 只是我觉得两个人 出来约会 稍微有情调一点 然后坐那干干净净的 起码卫生 然后商场里 还有娱乐设施什么的 那我们吃完饭 还可以顺道就逛个街什么的 对 那是他喜欢的事情 我就为了他能这样 就拼了命地出去接活动 去赚钱 不是 你一个月现在 在他身上要花多少钱 你苦成这样 孩子 我上学的时候 在外面主持活动 一个月能拿到 三千多块钱左右 然后还有家里给的 一千多块钱的生活费 也不够 我想说明一下 就是他这样一说 感觉我好像把我说成 那种物质女的感觉 首先我是一个 就是挺讨厌 物质女的那种女生 然后他呢 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一开始我们就是 在一块的时候 我抢着买单或者怎么样 他永远不会愿意 然后我就提出了 两个人AA嘛 然后他就觉得 他很没面子 他就是每一次 就是吃饭的话 是必须是他要掏钱的 但是我平时也会 给他买一些小礼物 就是把他 就是可以说是 请我吃饭的那些钱 我就还回去了 我跟他认识以前 他前男友 比他大五六岁 成熟 事业有成 今天送给他一个包 明天送给他一个汤水 然后带他去哪哪 怎么了呢 把我拿汤了 你对这有要求吗 我对这个是 自己是没有要求的 对啊 他有要求的 你为什么跟前男友分手啊 就是我前男友 挺花心的吧 但一开始 我并没有发现他这个 然后之后是我就是 我确实一直挺喜欢 那种成熟的男人 但是我好像感觉 好像总是被那种男人伤害 之后就是遇见他嘛 我就和他在一块特别踏实 而且我对物质上 没有什么要求 然后我就特别敬唤他呢 你和前男友分手 跟他有关系吗 和他没有关系 你那会儿单着呢 还是有女朋友啊 那会儿有女朋友 后来他分了你也分了 挺恰巧的 这个事确实是特别巧 反正就是在两个人 都同时失恋的时候 孤独把你们俩连在了一起 是这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 对 您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你打心里 就跟人前男友比呗 不是 就是跟他在一块 不管吃饭 还是买东西逛街 他总能刺激到我 我跟他逛街 他身上那天背了一个包 挺好看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说了一句 前男友送的 我当时脸就搭搭下来了 你搭搭啥呀 他跟他现男友 在一起逛街 身上背着他前男友的东西 他哪怕是骗骗我也好 我当时很生气 我说你扔了吧 他现在就说了一个 你要是买得起我就扔了 我觉得这很践踏我的自尊心 不是 不是话敢话吗 我本来就是说话 还挺直的一个小女生 他为什么我就直接打什么 他老说你怎么当时 就是不骗骗我 你不知道说个什么 自己买的 或者妈妈送的 或者什么的 他就是这个人 就是凑劲特别的大 有一会儿 我约我哥们 还有他一块出去 吃个餐吃个饭 钱没带够 最后是我女朋友付的钱 怎么了 就付就付了呗 对我也觉得 然后我哥们当时就调侃我 你就是找了个好媳妇 以后你就是吃喝不愁了 你跟他后来交往 最累的就是因为 你觉得经济跟不上了 是吗 然后还有对未来的生活态度 你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 我看他发了个朋友圈 内容是这样说的 我的香水用光了 明天没得用了 就是我当时就看到这条朋友圈 马上去商场里 我本来想买一个铜款 但是那瓶香水的价格 实在我承受不起 就买了一瓶便宜的 我觉得差不多就送给他 我本来以为他会开心地收下的 结果他就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说我不用这个 你退了吧 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 我这个人用东西 就是不管是化妆品 还是香水 还是水煮什么的 我都是按着一个用 那个香水就是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我就一直是喷那个味道的 从来没有变过 然后我当时是说 姑娘 以后你要跟他谈恋爱 以后你就只能换香水牌子 这事你接受吗 我可以不用香水 你就不用香水了 我觉得人喜欢一种东西是 我理解了 你接着说 受不了了 就是 那几件事以后 我就开始 当时就开始 拼了命地开始接活动去赚钱 你介意他没钱吗 我不介意他这一点 我不得了吗 但是他自己很介意 而且这是我和他这段时间 冷战的时候我才发现的 你们冷战啊现在 对 我们冷战了 为什么冷战 就是和他去电影院 看了一次电影 然后电影院中途 他就是电话响了 打电话过来的是一个女生 其实我不在意我男朋友 就是有女性朋友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那个女生 就是哭声特别大 然后当时就是说 就是需要他 就是过去陪他 然后我就再问嘛 我就说 这个女生和你是什么关系 但是他当时在电影院 可能刷啊 声音小或者什么吧 反正就是解释不清楚 我就躲过他手机来了 我从来不翻男生的手机 我觉得两个人是需要隐私的 可能他也不注意这些 可能就是不删聊天记录 或什么样的 然后我就翻到 就是给他打电话的那个女生 他们两个平常的聊天 他就给那个女生抱怨 和我在一块有多么的累 然后他的压力有多么的大 和我在一块 什么越来越不开心 确实是那个女生好主动找他 说什么什么早安啊 没事就问个干嘛呢 我觉得这种关系很不正常 然后我就气得 就是哭着就跑出去了 但他没有追我出来 就特别难过 就是一直处于冷战的阶段 那天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那个女孩 她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 她那天给我打电话 就在宿舍里碰到一点烦心事 想要跟我倾诉倾诉 也没有说让我过去陪她 正巧让她听到了 就当时脸就大了下来 直接冲出去了 这个可以理解 以前有钱的对她好的 就因为这个问题 她放手了 所以她对这个东西非常在意 她跟你在一起 用她的原话说 我没有碰到这么单纯的 这么对我好的 那现在突然发现 连这个都没有 她这样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而且我 就是我觉得我很委屈 就是我好像无缘无故地 被扣了很多帽子 而且在这次冷战之前 我看到那些聊天记录之前 我并不知道她有这些压力 而且我以为我带给她的 就是是开心的快乐的 累吧 累 走呗 我说了我很喜欢她 你说有什么用啊 她就是她现在认为想给 就是对我好 就是对我物质上的好 她觉得精神上呢 可能是排在第二位的 而且就是我 其实最较真 最在意的 就是我今天也是来 就是想听她解释 就是她和她那个女性朋友 然后其他的 我觉得那些东西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你让我扔包我可以扔 你不用香水可以不扔 但是你为什么要骗我 然后我一直沉沦在 我觉得我们挺好的阶段 但你却给别人抱怨 你和我在一块压力多大 多辛苦多累 然后我 我以为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很快乐的 那个女性朋友 我讲过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好朋友 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东西和时间 是没有关键的 而且她对你嘘寒问暖 我觉得是因为她喜欢你啊 她在追求你啊 如果你知道 你旁边有一个追求你的人 然后你女朋友不喜欢她 你和她断了联系不就是了吗 你不给她说这些不就是了吗 而且你有什么压力 你不能给你男性朋友 或者什么的诉说 你偏偏找她呢 我说了 我俩关系好已经八年了 她非常了解我 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的时候 就是天天很烦闷 就苦丧着个脸 她看出来了 就有一天 就在微信上问我 我怎么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她倾诉 我倒觉得你们俩特别相应 对恋人你知道吧 这就是恋人的感觉 你怎么了 我很难过 我为什么还是难过 这是恋人 没有 没有 这就是恋人 我当时压力很大 但是我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不是 你跟她说不就行了吗 但是 你说我压力很大 你看我给你买那一箱水 你那样对我 我真的不喜欢 不是 我男人嘛 我小信言 你能不能理解我 以后你别这么绝我 不得了吗 你为什么不跟她说 跟她说 这些话我不能跟她说 为什么呀 我很在乎她 我觉得我跟她在一起 只有几件简简单单的幸福 跟快乐就够了 然后我把这些压力 再付出给她 我觉得这样对她是很不公平 好好好 我是不懂啊 你是在乎了 对 你最纠结的是 她跟那个女生的关系 是吧 而且我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你 你可以分享喜怒哀乐 我可以给你分担你的压力 但是并不是报喜不报忧吧 我觉得 这场恋爱谈的 相信他们一定很累 老师们会怎么说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这男孩 我觉得你刚才 你在意这包 是她前男友的 对 是吧 这女孩还是她前男友的呢 对吧 就是说你接受了人家 你可能需要接受她的 全部所有的东西 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是真爱她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为什么找一个女性朋友 做倾诉对象呢 反正一般我 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找自己的哥们 可能会 我也会找哥们 对 那找哥们那事 没被她发现 就碰巧 找女的 聊的时候被她发现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要不然你们俩 就想想就算了吧 真的 如果心甘情愿 被对方付出 可能是一种爱 对 如果老指望着 我有一些回馈的话 可能就不太 这个很难 我觉得这个很难 包括抱怨 对 我的意见就是 好 谢谢任老师 来 起走 小伙子 我问你句话 你说 我要说你是个胖子 你信吗 不信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胖子 别人会信吗 不信 装胖子好瘦吗 挺疼的吧 力所不能及啊 你说这个女孩 喜欢什么样的 男人 能天天陪她 就在简简单单的生活里 多陪她就好了 我觉得 然后偶尔 给她一点生活中的小惊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做的 反而不是这样 你既然觉得她是 只要陪她 给她点小惊喜 踏踏实实的 那这很简单 不需要花钱的 只需要多把时间给她 你有的 你把时间花哪去了 你把时间花去挣钱去了 想想你自己 想的 说的 和做的 差别多大呀 到底怪谁啊 其实她真正喜欢的是一个成熟的 通常人觉得成熟 就一定事业有成吗 不一定 成熟 有年龄上的成熟 那属于生理的 但真正的成熟是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是和年龄是无关的 和钱多钱少 更是八干子打不到的关系 她喜欢是这样的 你给她了吗 你现在是这样的吗 拼命的 把自己网友前人装 多么的自卑 居然还要跟女朋友说 你就不能骗骗我吗 你说这个包 不是前男友给的 能不能给我点自尊 何懂得虚弱 说跟她每次去逛街 都要受刺激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你这就是为她再去拼命的工作 还是让自己觉得更有面子 满足自己那点虚荣心 把真正的心思啊 用在了解对方 了解对方要什么 然后再去努力 女孩 这里你是有问题的 你喜欢成熟的 但她不是 对吗 对 你自己说 为什么她不是成熟的 不是你喜欢的 你却要找她 我就感觉她很单纯 对我的感情 是真心的 是的 但是两者不是兼得的 对吗 在你交的那些男朋友当中 他们因为岁数比你大 工作时间长 在一定层次上 是可以满足你原先那种 对 那种生活方式的 对 包括一些态度 就是她所说的价值观 你一定是在跟她的一场沟通 包括相处当中 你有意无意的 让她感觉到这种不舒服 如果你真是选择 说我要一个踏实的 纯真的 但不成熟的 男孩在一起的话 你一定要足够的 关注她的感受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我们AA吧 你不让我AA好 那我买同样的价值东西 我还给你 你用的字是还 不是的 两个人谈恋爱 实际上付出的 谈不上还 一旦谈还 就不公平 就不纯了 你既然想要纯的 那我们就单单纯纯的去谈 不要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来干扰 然后同时你要关注她那种 自卑 你要照顾她这种感受 好吗 做做调整 我觉得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谢谢曲总 来 迪古老师这么说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你已经无意之间 悄悄地打开了 和另外一个 那个所谓的 八年的女性的 爱情的大门 至少你不设防 你们之间共守了 你与她之间的秘密 这是我所看到的 不管你承认 或者是不承认 另外说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你明明知道 她之所以会有那样的 没心没肺 因为她从来不愁 物质上的匮乏 所以她才会没心没肺 那之所以她会 不考虑物质上的匮乏 所以她就必定会 娇生惯养 她必定就会情伤低下 在你面前说 这包子前男友买的 在朋友圈里发这会香水用光了 她如果一直以来 跟你是同样的生活环境 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挣的话 她会情伤这么低下吗 她会这么娇生惯养吗 所谓的欲加之所以何况无词 就是这姑娘 其实脑袋挺简单 其实她并没有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暗示你 你要怎么去挣钱 但是你把这所有的一切 这些帽子都戴在了她的头上 其实事实上不是她需要 是你死要面子活受罪 谁也没说你一定要这样 但是你自己觉得你丢不起这个脸 我相信你跟你那个八年的 所谓的倾诉者之间 应该非常轻松 从来不会有所谓的面子上的问题 傻小子那才叫爱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不计较长短 不计较所谓的物质 那才叫爱 而我想跟这个女生说 你的这种简单 有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别人所欺骗 我觉得在你与她之间 你更多地扮演了一种无辜的角色 但这种无辜的角色 除了你和你的父母所造成的之外 我认为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好歹你也年纪这么大 如果你尊重她 你懂得去体谅她的感受 你想好好谈 那你就记住 跟这种男人 你就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首先你从此 你的生活可能会贫瘠 你享受不了以前的物质 其次你得照顾她所有的敏感和脆弱 这就像所有穷瑶小说当中的男二号 都这样 你得照顾她的脆弱和敏感 但是我估计你也 一时半会提升不上来 所以如果想要活得出洒脱的自我 还想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的生活 你就离开她 如果从此想沉重的 在一段爱情生活当中去历练自己 那你就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两个人之间的主动权完全在于你 而不在于她 我劝你今天还是别出来算 好好想想跟那个八年的女倾诉者 你们之间是如何的轻松快活 就这样 有一句话 爱情是唯一可以跨越什么种族啊 国界跨越一堆的东西 但是我们讨论的那是真的爱情 请问你们有吗 如果有 你们就试着向前跨跨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就是我 我以为我就是带给你的事 就是可以让你越来越快乐 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给了你这么些压力 还有让你生活得不快乐 然后我可能今天在这也知道了 就是明白了很多事嘛 也可能是鱼和熊掌真的不能兼得 不管我们之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 我希望你是轻松的快乐的 跟你在一起的一年 我真的不后悔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我 我知道我办了很多错事 但是 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成熟 但是我做了这一切 真的是为了你 请亮灯 小老两位回吧 谢谢你们啊 辛苦了 来 小伙子 回去吧 都让人感慨这一生 所以我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怀念 那个失去的秋天 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珍惜大概最重要吧 来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先计 爱情保卫战的官媚的网友提问说 和老婆结婚两年了 但是老婆是二婚 而且比我大一岁 因为脾气不好 最近总是吵架 起初我是经常去谦让她 后来吵架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会情绪失控 我会动手打她 我现在不想和她离婚 也不想生活被她控制 她脾气不好 你谦让她 因为你忍她 你忍受不了 你要打她 说明你忍无可忍 但这种种的一切 说明你还是爱她 可是如果爱变成了一种纵容的话 最后只能是积劳成疾 恶性循环 爱一个人不能一昧地去纵容 而应该让她真实地面对自己 彼此交流 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留言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明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